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集有个许散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想讲讲 法丹除了可以去长洲看飘饰 买一下平安包饰 当是一日游 虽然人比较逼 但是大家都会趁热闹 如果不是的话 没有特色的话都可以去长洲 不过有特色的话又趁着假期 就过去走个圈 这些逼排排队也没办法 放假这一下 或者可以去昂平360 看看天壇大佛 顺便走一下昂平市集 其实都是一个好的佛丹假期活动 应节也算是OK 如果不是的话 就留在家或者其他节目 当是普通假期就搞定 可能一些是基督徒 天主教徒 或者他们更加就不会在意 叫做佛丹这一回事 好了 其中是一个佛丹的活动之一 我也是很反对 甚至乎都说过很多次 就是叫做放生 现在都说了很多次 就是什么呢 放生 其实是放死 但是那些人很奇怪 都是乐此不疲地去做的 还会觉得自己很虔诚 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在佛丹这一日 这样去放生 那个威力或者那个功德 好像会升跌 我见过这些人 真的那么疯狂 当然了 你说放生 如果你说去一些森林 你看到那个暴兽器夹住了一只鹿仔 然后你帮他拔开那个钳 然后让他走 你这样就叫做放生 又或者 哎呀 本来这只动物是在森林生活的 然后你再帮他出去 然后就放生 又或者可能他撞进来之后 有些什么不舒服 那你照顾他 之后就帮他回到他本来的棲息地 你这样才叫做放生 又或者你本来可以叫做放生 你没有这样做 然后还放回他一马 或者你买了一些大杂牌 然后你放回他去洋情湖 你不吃他 让他在那个湖底继续住 那就叫做放生 但现在不是 你们买了一堆的鱼 或者什么蝦也好 什么鱼也好 或者蟹也好 就是随便买一堆的 嘖一声就倒入海 然后就当作放生 因为这些都说过很多次了 例如好像香港两妻及鹤蟲协会干事 王朗然 特意今天走到北角码头派传单 因为在那边 你看到是专为这些善讯 或者这些叫忽然善讯 他们真是佛弹那天才来的 或者大事大节才来的 整一条不秀钢的浹滑梯 闯到人都可以浹下去 就是他那种 就在那边给一些引号善讯的朋友 买完之后 就一边在码头合拾念念有词 南娃南娃南娃 不知道他念什么 不知道他懂不懂 接着那边商就把那些海鲜倒下去 他们就觉得真是佛下了善的种子 善意的善 有记者就去拍摄 挺有趣的 有个二十多岁的女孩都来放生 看看为什么 他说第一次来北角码头 进行这些放生活动 其实他是陪个妈妈来的 没有男女朋友一起来放生 他认为放生这些鱼类可以帮他们解脱 也不是很清楚 实际放生了那些鱼类的数目有多少 只知道一炮个给了四千元再来买鱼 其实之前有些听众 网友帮我们拍过 实地去看过 就是那些鱼当 海鲜当 他们会整定了一份份的东西 你有多少钱 或者一个个交商 整个箱 老实说 如果你说给你用来搞放生 可能你以一个善信的心 就算他写着四千元 可能你想想 四千元我买了多少只龙虾 或者买了一条鲍鱼 买了多少条鱼类 买了多少条鱼类 你大概心里面都有个抱 但一般阿太就不会叫买这么多 可能你觉得用来做善事 就会多些少 或者多了都无所谓 因此这些海鲜当 其实给一些似的海鲜 可能你平时去海鲜当 未必买这些尺寸 或者这些水准的鱼 但是好东西 他堆了一堆 然后设定价格 那些善信 好多给一些 就救他们 很搞笑 例如这个二十多岁的小姐 他看到有些鱼想吃放生的鱼 他说他自己也是信佛 认为倒下去之后 立刻被其他鱼封了 他说也是有意义 他说这样已经是播下了善的种子 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是自私多些 他觉得自己这样 他是有善心 这是一个善意 就是他想来放生 我经常跟他们说 如果你想放生 不杀生 你吃一两场齿 也算是可以的 或者你不用一定要去齿铺 你那一餐不吃肉 或者你那一天不吃肉 所以为什么呢 长洲那一天 就是会有麦当劳 买一个素食的包 里面好像有炸的一块 炸什么的 有些菇 为之叫做素食的包 你那天不吃肉类 或者不吃海鲜 不杀生的饮食 清清的 吃一些青菜 豆腐 一天白饭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现在就去放生 然后你晚一点 就去排队吃黄杰龙 免治烧汉堡扒 然后加一只蛋 其实不是一样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所以有些就说 什么善的种子 我觉得很奇怪 这样说 其实有些反而不是善信的人 还更加深水清 有些像我们的听众 帮我们实地考察那些 就是觉得这些鱼 已经第一回合被人类捉回来 然后再倒入大海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生存 因为很难的 他也发觉有些朋友 在佛旦的时候 会进行放生 这位街坊都说 不是这么赞成相关的行为 我自己也这么看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罪业太深也好 或者觉得自己不顺利也好 然后趁着佛旦去做一下放生 就可以清洗一下自己的罪业 我觉得有时的事情 就不是这么简单 倒不如你日行一线 扶一下婆婆过马路 或者有多些散纸 那些蚝纸 你扔到麦当劳叔叔之家的箱子里面 帮一下小朋友 你说几毫纸 你帮一下帮一下 加一下加一下 集役成球 这就算是OK 这些都是善的种子 你扔下去那一刻 你就会想到麦当劳叔叔之家 在什么的小朋友 他们会有什么需要 他们的成长是怎样 你起码有个善心 去关注这些人 其实浅多浅少是一件事 如果你的心只想着 平时做得多 还是怎样 是不是害过人 现在放生 就叫做弥补 这些不是弥补 是弥补的 说回这些爬虫类协会 怎样看 很多市民以为将动物放生 就代表他们可以叫自由生存 其实不是的 都是那句 放生和便放死 因为这些海鲜 未必适合在附近的环境生存 因为以北角码头为例 你这样测滑梯 测滑梯 测滑了之后 其实那里的船就很频繁 再加上海洋的污染很严重 大家都知道 走过这些码头 多数都是掩着鼻子 又或者这么臭 所以那些人去码头 吊泥蜂 吊完之后回去吃 不是吧 怎样吃 不要管我 你吃完我那份 即是几十年前 或者三四十年前 没有那么污染的时候 那些人去釣泥蜂 煮泥蜂粥 还有一些可能 我听回以前的前辈 或者老一辈的说 以前小时候 男生去釣泥蜂 女生负责 不是一个半个 一班人 就负责在类似家的地方 先做好烹烤粥 即使预计他们 就一定能釣泥蜂 否则就变成白粥 然后粥煮到差不多 原来才加泥蜂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将那些肉煮完之后 就像磨到变成融 然后倒下去 所以你看到泥蜂粥 你找不到一条泥蜂出来 正宗那些 可能你做的方法又不一样 有些人会在钓鱼 你放了这些鱼 或者倒了海鲜 他就立刻捉回它 其实都是一样 到最后他很快就轻轻 不是叫回归大自然 最好笑 这些两妻及爬虫协会的人 都去跟那些善讯谈 那些善讯他们这样说 我觉得你真的咬他不赢 你只能够用阿里陀佛四个字 来回应他 他就跟他说 你这样倒下鱼 他生存不了 他会死的 那些善讯说 阿里陀佛四主 我们倒下鱼 即使他跟着死了 都是他们的命 你真是明知要死 倒下鱼 那你买来干什么 你干什么叫放生 所以看到有些听众 以前有一位听众 他经常很生气 他会拯救放生的龟 因为他不舍得这些龟会死 竟然你把一些咸水的龟 就放在咸水的海上 那你只是拿了他的命 可能那些龟 他们都很努力 但是他会被挣扎 爬上岸 一只只 尽量攀着石头 不想死 是不是 那这位听众 我还记得他说 他拯救了龟 就是拯救了龟之后 可能会交给附近的船家 等他们去照顾龟 反而这个才是救龟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他救了很多龟 就是这些人放生的 反而本来那些龟 那些巴西龟 他们不是那么早死 你扔它下去 那他真的不方不死 给你看 但可能这些人会觉得 我拨下了这个善的种子 我就很有善心 其实我那份慈悲 我都说了 你吃一餐素食的话 其实你已经有一个 真是善心的种子 你不忍心动物受伤 要受到痛苦 所以有些人说 你把那个逃房 改为玻璃 玻璃幕墙 整间是透明 可以让你看到里面 那你就不会想吃 还说 呼吁市民 动物被放生后 生存不到也并非是好事 所以他可能更痛苦 你突然扔它进水里 可能马上有其他附近的鱼 就拿来撕杀 可能射得更惨 那些善信的慈悲 不要凌鸽在动物福利之上 举个例 原来有人买马蹄蟹来放生 还说如果钓鱼的人 不吃了马蹄蟹 可能会中毒 那就更麻烦 还有我们看到 不瘦钢浸滑梯 倒海鲜放在大海 原来是这样的 我都没想过这么仔细 原来因为浸滑梯 在今天天气 曬着很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曬着浸滑梯 你浸下去 你都发觉会辣 你自己都觉得辣 有时街边 扶手 那些篮杆 曬到烫了 你摸下去也觉得辣 对吧 或者石的椅子 不要说金属 石的椅子 你坐下去也觉得辣 好烫 好恐怖 亦都没想过这一点 而且比虫惰进了 浸写完就已经涸得更烫 因为如果虫惰一下 浸量的高速 而受到移民 council��은墨进了大海 又不会有其他大雨 像大白鱼游过来 它都不懂得走 已经加回暈了 突然间 fluxeto岳的时候 你就要增双走鼻 头子也弱小时 用嘠声时 要怎么走呢 那就对了 它没有想到整件事这么儿竭 等于这样 你是一个人这么高 人这么大的生物 可能有一只仓鼠在你旁边走着 你走路的时候可能感觉到地震 已经震得很厉害的 你一只手放在你面前看 它能看到自己和地面的距离 可能已经吓得泪尿了 对于它来说是万丈高雷 放手跌下去会跌死它 你别以为很好玩 可能吓得鼻孔也没力 它也看到有人放体积比较大的沙巴龙等 所以这些人很有趣 他们以为放大条些 或者放这么大条的沙巴龙等 可能它吸收了日月精华 所以是有灵性的 你将这么有灵性的动物 放到大海回归大自然的话 这个福布就会更加大 我们有时福布和善心 不要用这些买多大条 或者做些什么 那个量来到去量化自己 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 李嘉诚又建池山子 又捐学校 又或者又捐多少钱 多少钱给哪里 帮这个帮那个 有什么医学大楼 就是港大那些 搞很多不同的东西 周围遍地 都看到它的慈善基金 那为什么它到今时今日 都这么多人诅咒它 以及叫它这么担心 那么多这些什么东西 如果这样的话 它没有罪业了 做这么多善事的话 你不能这样斗 对不对 不能这样计算 其实最说的是 你自己个人 究竟能不能够说好话 传好心 做好事 三好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你做多少这些 放生也好 或者你贴多少 有时店铺有些很好笑 有时店铺有些很好笑 例如你看到收银的位置 后面会做什么漠生气 或者隐忍 我不知道狗技牛腩 那个收银后面有没有类似的 这些东西 如果是的话 也挺好笑 你贴这张东西 当然不是人人都一定会做到 但起码你都要看到的时候 或者有时你经常都看到这个位置 是否都要想想 是否可以叫做漠生气 不要那么激 所以这里做了一件事 你做不做到 亦都是另一件事 他说放沙巴龙灯有什么解构 对 他很大条 那就不怕 不是那么多鱼吃得到 原来你扔了那么大条的沙巴龙灯 进去的时候 其他的善讯 倒的小鱼 他在下去 就立即吃光 身边放生的鱼猫虾 那就是了 那就是即死 那就是放死 可能你说 哎呀放他又死 不放他又是死 那怎么办 那我可不可以做另一些放生 那我都说了 不是这样 放几条鱼下去 放个生 你就阿尼陀佛 那就没事 你就是一个好人 放生就继了很多功德 也不是说要去找什么 梁思浩捐棺材 其实善事的东西 你随时都做到 不一定要放生 才是代表配合佛教的不杀生 你杀不杀生 老实说 如果你又去放生这些鱼 但可能隔一两天之后 你又去日本刺身那些吃Oishii 那其实不是一样 可能你少吃几餐这些Oishii的鱼生 刺身之后 有些人还是什么 如果你放生完之后 你晚一点就去吃刺身 你看看 他还在动的 他的头 还在动的 他也很痛 对不对 可能你说他的神经 跟人类不同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 另一些说法 始终杀生 他也很惨 他见着自己 这样被人哈哈哈哈 吃打卡 那些动物 或者那些生物 他有什么感受呢 也说有市民就向他反映 我都见过这些照片 我都吓了一条 就是刚才说到这些龟的问题 因为甚至乎 有些人放生的那些龟之前 还在背部 即在一个壳里 就写一些字 我见过最经典的 写着放生 两个血红大字 哎呀 所以就相当得人害怕 所以他们说 希望政府修订相关的法例 和加强监管 要从这个教育源头做起 呼吁市民停止放生 对不起 说一句了 我觉得是没得救 这方面 是不会的 他们是不知道 他们表面上就好像 我佛慈悲阿里陀佛 但好像这么疯狂的行为 有些人就说 他们是不是变了邪教异端 因为你说完他 你这样放下去会死的 我不是 就算死也有意思 死也是一种命 这么有趣 也有的 不过怎么也好 记住 如果你想不杀生 那也是那句 吃少几餐 有肉吃的 或者吃少一点 如果我完全不吃不行 我会暈倒 那你就吃少一点 本来要吃一只鸡腿 那你就试试那一餐不好吃 吃鸡翅看会不会好一点 那也是那句 这只是习惯问题 如果好像我这样 我素食 我不吃肉 又是这样做 又是这样生活 会不会不够营养 那些 某程度上 也是一个误解 就是你万一觉得 真的不够营养 你就吃一些 综合一些的 营养補充品 这样補回去 也算是OK的 也是那句 喝食均衡 也算是OK的 其实我觉得就 好 今次先说到这里 大家一起留言说一下 你佛丹有什么搞作 多谢大家 拜拜